黑盒子找到了在解密之中 另一方面呢 其实生还者也会陆陆续续 透露出事发当时更多的蛛丝马迹 对 没有错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一辆一架这个这么新的这个黑鹰直升机 那么来到台湾也不过飞行的一年多 然后呢 最近三个月都没有任何的异状嘛 那么为什么会在飞 从台北飞到宜蘭过程当中 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故啊 那么当然他的这个飞机上面呢 有这个所谓的黑盒子 黑盒子因为这架黑鹰直升机呢 是这个UH-60M是最新的 最新的这个黑鹰直升机啊 所以上面呢 那么他自己本身有两个小时的声音 声音的记录器什么意思 那么他的两驾驶机工长 他们三个人的对话都会录下来 有四个小时的飞行轨迹 因为刚好起飞没多久 他在7点55起飞8点06分 那么就消失在光点了 所以呢一定有相关的对话 跟这个飞行轨迹的相关的这个记录 那他现在呢 在特战官兵的这个协助之下呢 已经找到了这个黑盒子 已经送往这个 包括为了要解读 解读相关的仪器 还紧急赶快从美国 把相关的报告传输线 这些内容全部都来了 那么这个报告因为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他攸关到不是只有台湾 因为他攸关到卖给我们的 美军的这个使用 这个包括他们生产业者 跟所有使用同型直升机的 都去必须要用同样严谨的态度 这也是AIT为什么很严肃对不对 也帮这个事情 那么发表他们的感想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但是人为就是 搭乘目击者身还者这五位呢 他们的说法就很重要 那么因为我们曾经听到很多的这个 在下面的目击者所说的 其中有个目击者 曾经看到这个直升机呢 它有转弯的一个动作 它有这个转弯的动作 另外一个目击者曾经看到 在雪穴的上空呢 本来是飞直升机 飞往这个光亮的地方 突然间旁边一个乌云 大量的突然间快速窜取 不知道为什么直升机 突然转弯了以后 飞进这个乌云里面 当然这是目击者的这个说法 那在直升机上面 五名栓桓者 他们现在的回忆是 本来飞机都是没有任何的异状 然后呢 直接飞行了以后 突然间开始有下降的感觉 那时候一开始 他以为说是快到了 已经快到了宜兰 因为很近嘛 所以开始下降 包括我们潮中将 他们都是飞行员 所以他认为 可能快到了宜兰 所以开始高度往下降 就没多久突然间 出现类似失速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正驾驶 尤其是以正驾驶为主 尝试的赶快把这个直升机 要拉拉拉 那个动力在那个失速的情况之下 他想尽办法要把这个直升机 给重新控制住就对了 就在那个过程当中 可能时间不到五分钟 可能只有短短30秒钟 然后呢 你要知道直升机靠这个 螺旋桨的尾翼 相关的悬翼啊 那个气流嘛 然后就下来的过程当中 要不是这个正驾驶 想尽办法这样的话 可能就直接 就摔了 那就不会有五名生还者了 所以他想尽办法要拉 那么还是没有办法 所以撞击到这个树林的时候呢 他开始翻滚 这可以解释 我们看现场的那个 相关的影片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那个树木 都不折断 你知道吗 翻滚了以后呢 才有人被摔出去 没有机安全带被摔出去 因为舱门被打开嘛 摔出去以后 那有人这个挤压在里面 包括参谋总长 沈一鸣都集中 挤压在里面啊 目前那么媒体啊 所掌握的最新的消息是 因为不外乎飞机失事的可能性 机械故障 然后气候因素 人为操纵 就这大部分 就是这三个原因啊 目前有一个很诡异的现象是 因为黑鹰直升机 有两具独立的这个发动机啊 也就是所谓的引擎啊 他是双引擎的直升机 所以在他当时摔下来的那一刻 他的运作都是正常的 那如果不是机械故障的话呢 就剩下刚刚说的那两种 一种是很可能是气流嘛 那一种会不会是人为不知道 所以呢 这有待于进一步的去观察 那在今天我们的总统蔡英文呢 他也做了一个动作 为什么 因为参谋总长沈一鸣这些 殉职的这个官兵啊 他们是代表总统 要直接从宋山机场飞到冬奥 宜兰冬奥的雷达站 那么春节前的未绕 所以总长到不了了这段路 总统邦尼在今天 那么亲自到了这个冬奥的雷达站 走完总长的最后一条路 最后一段路啊 所以呢 事实上在这件事情里面 是国家的不幸 但是我觉得 那么至少身为三军统帅 我们的总统表现得非常的沉稳 是 这也是我们台湾应该 大家一起来集气 那么也一起肯定 我们总统的冷静 所以到我们的雷达站 可以说是军心士气 有点低落的时刻 没错 总统包括他除此之外呢 事实上他也亲自走访到了国防部 也到了参谋总长沈一鸣的办公室 那么也亲自到了这个所谓的恒山指挥所 他不是去进驻 他是去安定军心 所以呢 这个就是身为三军统帅总统应该做的事 他是沙滅的 这是沙滅的 你不用急